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书念荣 今天要帮大家比较两台炸汁机 一台是Omega8008 另外一台是Huran 8888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台机器 在炸西洋芹菜的时候 它们出汁的情形有什么样的差异 至于这两台机器 Omega8008跟Huran 8888 这两台机器之前都已经跟大家做过详细的介绍 所以现在我们就直接来炸汁咯 来 这儿把他擦着 好 先来看一下 放一桌吧 好 放一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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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拿进一桌 好 放一桌 好 放一桌 好 放一桌 好 所以这两台机器炸出来的 刚刚仔细看了一下 所以这一台Omega8008炸出来的量是350多一点点 那这一台接近Huran 8888炸出来的 大概就是350cc左右 所以两台炸汁机就是我们用420克的西洋芹菜炸出来的纯西洋芹汁 大概他们的分量其实炸出来的芹菜汁分量是差不多的 好 接下来我们把这两台机器 Omega8008炸的芹菜汁以及Huran 8888炸的芹菜汁 我们分别把它装到两个瓶子里面 然后我们锅几个小时之后 再来看一看这两台炸汁机炸出来的芹菜汁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 好 这就是刚刚这两台机器炸出来的芹菜汁 我已经放了大概两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那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差异 基本上看起来它的差别不太大 就是如果真的要说有一点点什么差异的话 好 大概我觉得这一杯的就是Huran炸出来的 这一杯它的颜色稍微深一点点 稍微深绿一点点 那如果是Omega这一台炸出来的话 颜色稍微淺绿一点点 我们来喝喝看 好 再喝一下这个Huran 8888这一台炸的芹菜汁 我觉得味道其实基本上差不多的 好 差不多所以我觉得 好 所以针对这两台机器我觉得今天这样测试下来的话 我觉得Omega 8008这一台机器跟Huran 8888这一台漫膜蔬果机 我觉得这这两台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在出汁率的部分 以及它炸出来的芹菜汁喝起来的口感 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分上下的 我觉得两台的这个效果都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这两台要选择的话 就真的就是看各位朋友自己对于哪一个品牌 或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去做挑选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分享的 针对Omega 8008以及Huran 8888漫膜蔬果机 这两台机器在炸芹菜汁的比较 那么比较的结果就是这两台机器的 其实它的效果实际是差不多的 好了 那么如果对于这两台机器 还有任何想要进一步了解的 也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 那么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非常欢迎你记得帮我按赞分享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如果对于芹菜人生活 还有希望可以进一步了解的 也非常欢迎你加入我的脸书社团 里面也有更多的资讯提供给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祝福大家 越来越健康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